对等纸句跟关系纸句的改写 我们先从对等纸句开始下手 第一个 如果前面的主词跟后面主词相同 后面主词尤其是end 特别是end连接的句子 后面主词就可以不写了 这个是对等纸句 但是因为前后主词都相同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简化 就是改写 把这个对等纸句改成片语 纸句改片语是这样子 纸句会有连接词 会有动词 但是片语是没有连接词的 所以连接词end要拿掉 片语也没有动词 所以动词要改成ing 这个就是它的原因 这个观念要记住 老师再讲一遍 纸句会有连接词 会有动词 但是片语没有连接词 没有动词 所以连接词end一定要拿掉 动词要改成ing分词 这个是分词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做对等纸句的部分 先来看第一题 The girl stands in the garden and holds some flowers in the hand 这个女孩子站在花园里 然后拿着一些花在手里面 前后主词有没有相同 有都是女孩 所以这个女孩就不写了 变成end hold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对等纸句简化成很棒的分词片语 那第一个就要了解到 分词 片语是没有连接词的 所以end一定要拿掉 第二个 片语有没有动词 没有 所以那个动词hold 要改成ing 它不能用动词 但是它要改ing分词 然后后面就造钞了 some flowers 造钞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用end hold 那第二个 简化出来就变成holding 这个是对等纸句简化成分词片语 这个在考题 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纸句跟片语的转换 第二题 再来 Peter look out of the window Peter往窗户外面看过去 and the thought of his past time 然后想到他过去的岁月 往昔的时光 用past time 那么潜入主持有没有相同 有 一样都是Peter 所以后面Peter就不写了 因此就变成and the thought of 好 我们现在改片语了 因为主持相同 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为什么可以改 记住 只要两个句子主持相同 就可以简化 简化就是表示 这个句子写得很精简恶药 不要那么啰哩啰嗦 这个就是原因所在 好 我们现在来简化 简化成片语 就按照老师刚刚讲过的 片语没有连接词 and拿掉 然后片语没有动词 要把动词改成ing 改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ing 你这个thought是过去式 ing是怎么来的 ing是它的原型 再加ing的 所以把过去式要先改回原型 原型是什么 think 再加ing thinking of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答案 thinking of his 后面就照抄了 你看这样子写法 是不是很不容易写 确实 可是 很难吗 不会 完全是观念的问题 这是第二题的部分 第三题 是属于关系子句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关系子句 关系子句 只要是子句 就一定会有连接词 有动词 一定有的 有主词 有动词 有时候主词不写 但是改成片语 就没有连接词了 动词就变ing 好 所以变成这样子 它原本 互汇取加动词 这就是关系子句 它目的就是来说明前面的名词 现在我们把这个 精简写法 就变成建议 第一个 连接词 拿掉 省略 动词变ing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ing 也可以 动词会变成过去分词 ing是表示主动 pb是表示被动 要怎么判断 要跟前面的先行词判断 就是前后判断 其实都不难的 好 判断出来 你就知道答案了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第三题 the singer who is singing on the stage 正在舞台上 唱歌的 这个歌手 好 动词在这边 是 我的朋友 好 像这样子的写法 关系子句 因为主词 who也是讲歌手 所以主词相同 我们就可以简化成分词片语 按照老师给你提过的 第一个 这个 词句改片语 片语是没有连接词的 所以who要拿掉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意词也要拿掉 因为片语没有动词 所以这个意词 要拿掉 第三个 动词 ing 它本身就是ing了 所以留下来就可以了 singing 后面照抄 on the stage ok 这个就是 我们经过改变的 singing on the stage 分词片语 who一直就拿掉了 第二题 下面第四题 Mark was hit by a car Mark was hit 被撞到了 被一辆车撞到 好 后面是关系子句 来说明前面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是 was driven 被开 白被一个drunken man drunken man是醉汉 喝酒醉的人 这个车子是被一个喝酒醉的人开的 现在 这个是关系子句 你要不要简化 由你来决定 你不简化就这样子写 如果你觉得 老师我程度不错了 我要简化 ok 那就按照我们简化的原理 一 简化成片语 片语没有连接词 所以会句 先拿掉再说 第二个 第二个是 句子有动词 但是片语没有动词 was is动词 所以呢 was is 也要给他拿掉 第三 留下什么 留下这个 driven driven是被动 留下这个过去分词 driven by 在后面 就完全造钞了 好 driven by a drunk man 造钞 我们留下一个过去分词 就表示被动 which was driven 也是被动 这个是子句被动 那一个字过去分词 这个叫分词被动 再看第三题 who is singing 这个叫子句的 进行词 简化之后 变成一个字 ing 这个叫分词的进行词 一个字就够了 就是分词 好了 慢慢观念就清楚了 子句转片语 它的结构 要怎么去审阅 再看 下面 第五题 the straight dog 这个流浪狗 什么流浪狗 后面加了一个关系子句 写在这边 说明这个流浪狗 这流浪狗是was deserted 被抛弃了 by its owner 被他主人抛弃了 那这个流浪狗呢 was looking for 流浪狗正在寻找食物 around 四处寻找食物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中间 关系子句 简化成分词天语 简化步骤 第一个 片语没有连接词 所以whish要拿掉 这是第一关 删掉 第二个 whish没有动词 挖子 所以挖子也要拿掉 这是第二关 好 挖子拿掉 再来 deserted是过去分词 要保留 pp 保留这个字就可以了 deserted 后面就造钞了 by 完全造钞 ok 慢慢 你就了解了 whish was deserted by its owner 简化成片语之后 就剩下一个 deserted by its owner 就这样子了 这个就是 考试经常出题的 分词片语 留下一个字表示被动 留下一个字表示被动 留下一个字 这个ing表示进行 你看看 很不容易了解的 可是不难 多听一两遍 你就会了解 子句的写法怎样 要简化成片语 片语的写法怎样 只要一懂 然后就全部结束了